大家好 政府开放入资来台下 台北不动产市场的想象空间也变大了 近来行情是一波高过一波 领先进驻101的效应更是让企业界 纷纷进入到商用不断闯来卡位 也因此带动了行情走高 到北京经商十多年 谢坤松眼看北京从落后到繁华 对接下来马政府入资松茫的政策 抱持正面看法 这个入资来台投资 当然会给台湾的这个经济 带来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启动性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在经营这个企业 或者做生意的都必须跟大陆联系连接 我想我们台湾不可以忽视这一点 而两岸预计明年初签署ECFA和MOU 让许多产业行情走高 尤其是房地产 以香港为例 2003年与大陆签署SEPA 五年间到2008年 市中心A级商用不动产 每平从台币67万涨到324万 涨幅高达3.83倍 更在今年成为全球商用不动产租金最贵的区域 主要就是因为入资大举投资 这也让台湾的顶级商用不动产行情看窍 不过谢坤松认为 具有指标性个案才能吸引入资眼光 这是我们蒋介石过去的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台湾不能找出第二个的 那么大陆的人对蒋介石是非常的了解 非常的深入 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喜爱 两岸交流日益频繁 入资来台购买不动产 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这也让房地产业者对于未来信心十足 传统新闻陈嘉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